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安联人寿的贵宾大家好 我是此次行程领队Eason 廖文凯 在此跟各位做安联人寿2019年上海高峰会之旅的行前说明会 此次出发时间可分为8月31号及9月1号 搭乘长龙航空BR712的贵宾请于早上7点25分 在桃园机场第二航下长龙航空22号团体柜台集合 搭乘长龙航空CI501的贵宾请于早上6点15分 在桃园机场第二航下中华航空7号团体柜台集合 在气候的方面9月江南一带平均温度约为21度至27度 服装及鞋子的部分建议舒适轻便为主 建议各位贵宾携带个人语句以备不时之需 在货币的部分当地使用的是人民币 建议各贵宾于出发前自行至银行换好即可 在电压的部分当地电压为220伏特 建议有需要使用个人的吹风机或者电棒卷等电机产品的贵宾 自行携带边压器即可 以下为温馨提醒的部分 请各位贵宾依照个人需求携带常备型用药 例如晕车药、肠胃药及感冒药等 另外为了响应环保爱地球 请自行携带牙膏、牙刷等个人惯洗用品 接下来是托运行李的部分 长龙及华航竞技艙每人限重额度为30公斤 以下物品是禁止放在托运行李里面的 例如行动电源、iPad笔电等、电池产品 最后是打火机的部分 特别是打火机 它是带得进中国大陆 但是带不出中国海关回到台湾的 以下是随身行李的部分 以下物品禁止放在随身行李里面 例如任何的刀类、直脚刀及短的错刀都是不可以的 再来身上禁止携带任何超过100ml的液体或乳液 最后关于自拍杆的部分 自拍杆拥有最小的伸缩长度 建议各位贵宾放在托运行李箱里面 抵达上海普通机上再拿出来使用就可以了 以上关于行李讯息提供给各位参考 另外我们特别帮各位准备了5GB的免翻墙上网信卡 让你可以上LINE、Google和Facebook都可以使用 感谢各位贵宾收看此次线上说明会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联络我们各区窗口 我们上海见 谢谢 谢谢 谢谢